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部是《你是我的荣耀》 由杨阳和李莉热巴主演的电竞爱情剧 讲述的是人气女星乔金金 与高中时单面的学神于途 十年后重遇的浪漫甜蜜故事 男女主角都是公认的高颜值明星 人气也都是非常的高 CP感爆红 一官宣就很没看好 且还是很受年轻人喜爱的电竞题材剧 有望超越经典爱情剧 微微一笑很清澄 第二是《亲爱的至爱的》 也是高甜电竞题材剧 是大热爆款剧《亲爱的热爱的姊妹片》 不一天回归主演吴白 而《爱情》则由李一彤主演 杨子和李线都会客串 热度也是非常的高 第三部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任嘉伦和行妃主演的浪漫爱情剧 讲述的是失去生活信念的顾川 遇上乐观开朗的江小宁 重拾对生活热情的爱情故事 任嘉伦是今年的霸平男神 接连上线了很多部剧 人气很高 行非人气不算太高 但颜值演技都在线 很适合演这类题型 也是看点十足 第四部《亲爱的容装》 李沁和黄锦瑜主演的军旅爱情剧 讲述的是特种兵与美女军衣的故事 跟爆款大剧《太阳的后裔》类型差不多 有望成为大爆款 第五部《尹微笑时很美》 也是电竞爱情剧 徐凯和陈潇主演 徐凯在宫斗大剧《原许攻略》走红后 资源都很不错 已经主演了很多部电视剧 潜力很好 而陈潇爱豆出生 演技还有待考验 但颜值是真的高 也很有电竞小姐姐的感觉 第六部《爱的二八定律》 杨幂和徐凯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讲述的是精英律师情诗 与资深宅男杨华 两人阴差阳错被结婚 却意外获得真爱 携手奔向美好幸福生活的故事 大秘密是圈内的大姐大 号召力很强 演什么都很有代入感 这次饰演的精英律师 与小奶狗的爱情故事 都很符合角色形象 应该会很甜 第七部《与陈同光》 由孙怡白敬廷主演的 励志青春剧 讲述的是从小失去亲人的李洛书 一直默默守护姐姐 李初遥 以及二人在职场奋斗的故事 白敬廷是口碑很好的年轻演员 白白净净的 很有初恋男神的味道 而孙怡也是公认的初恋脸女神 搭档在一起 堪称神仙组合 第八部《余生请托指教》 肖战和杨子主演的 治愈性爱情故事 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孝 因父亲生病住院 与父亲的主导医生 顾慰邂选后的爱情故事 两大主角是上一年最火的明星 强强联合 让这一部剧开播就火了 预告片已经超过两亿 是2021年呼声最高 最受期待的爱情剧 绝对能火 对于这八部高田现代剧 你最想看哪一部呢 觉得哪一部 CP颜值最高 最般配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